Hello 大家好 我是Evy 洞宁乐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夏天流行的几套 好看又实穿的搭配 这是我录的第一个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在下方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我也会在 Instagram 微博 公众号上面 分享不同的资讯 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 视频里搭配的单品 我都会打在信息栏底下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第一套搭配 我穿的是奶茶色的抹胸上衣 配了一条白色的牛仔裤 除了墨镜这种日常单品 还带了一个缺口项圈和小皮帽 带点金属和皮质的装饰 很适合去参加小伙伴的party 或者是去音乐节奔迪的时候穿 日常的穿法当然就是把皮帽跟项圈去掉 比较保守的同学还可以在里头加一件简单的T恤 在春秋季节可以在果胸里头加一件残袖衬衫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图片 第二套我主要介绍的就是这条T dress 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茶蝎裙 茶蝎裙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就是V领加开叉 腰间再加上一条细带 就是精致的法式猪猪女孩啦 不仅好看优异啊 面料还非常的舒适 海边的时候戴一个草帽 穿一双板带凉鞋 再另一个草鞭包 瞬间就开启了度假模式 首先它这个布希米亚设计的雷斯扇衣 里面搭配了一个维多利亚秘密的内衣 是因为我结合了上一级奥的那种 字母肩带的那件衣服的元素 在经典上也是很尤其可以品尝自己有买 一个好看肩带的衣服 尤其是那种黑白颜色的 不怎么抢色的那种内衣肩带 就可以配上这种肉肩的上衣 下面我搭配的是一条不规则长裙 然后我觉得我身上的颜色以黑白为主嘛 所以呢我就会得有点小包包 这一套我主要介绍一下这条裙子 我特别喜欢裙子侧边的黄白条纹设计 让整条裙子变得更加俏皮有活力 这种带点运动风格的裙子非常百搭 上班或者在空调房里都可以加一件便携外套 或者衔着白外套 身边的男生女生对这一套的好感度都超高 上衣是宽松的条纹衬衫 它有多处褶皱的设计 还有补贴 这一套我穿的是玻点上衣和荷叶边短裤 都是长年必备的经典款式 也是我一直会回购的单品 可是呢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要挑选 我之前就买过会扎皮肤的那种 很不舒服 这个包已经火到不行了 我是比较早的时候买的 所以当时还没有需要preorder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下次再分享包包吧 这一套就特别适合上学或者平时想快速出门穿的一套了 除了在T恤的图案上和牛仔裤的扩动上做工夫 你们还可以把袖子往上整一边 我特别推荐这条黑白格纹的小裙子 穿起来特别有法式风情的感觉 往里面翻或者是把这条布往外面翻 走起来完全是不同风格的 然后而且这条裙子里面有一个很薄的黑内侧 就不用担心穿裙子走光的问题 和夜变上衣是ZERRA的 然后已经买了两年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穿 然后我自己的身形 因为肩部还是比较平衡 所以特别比较适合露肩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这件衣服设计就很好 不管是平肩还是踏肩 都可以修饰肩部线条 因为它这里不是直接一字尖的 上面是那种无锈边设计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这件衣服后面有白色的扣子 以我个人喜好 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用一些透明质感 或者白色的单品 那我今天戴的这一个耳环呢 它就是透明树脂做的 一个五角星形状的 特别好看 大家可以就是拆自己的耳环 戴一边 就没有那么的正式 看起来会更随意一些 最近的穿搭可能都是穿 会显得很突兀 换一个炒边的编织包呢 再去郊外呀 或者去海边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 嗯 那今天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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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想去那种古董店 怪不怪看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淘的 你想淘啥啊今天 我想看看有什么小包 夏天来了 这套一组就很适合 大概8点9分钟 对啊 然后那种出门让点 我就随便画了一下 然后骗了一个 Lessland 一个 去年开始就很流行的 然后演他行的 这就是多了8点1分钟 大家喜欢这套物品 你好 我 你 你 能 帮你 你 你 下次 我 你 你